陈总柱 能不能麻烦你 安排我和石总见一面 我想当面和他说一下 抱歉 石总说 他不会见你的 好 谢谢你 同情时不小心 我言错了戏 石总 非常抱歉 关于云创的专题 对不起 我不应该骗你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一切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而且我也很害怕 告诉你之后 会变成现在这样 关于这一切 我真的真的非常抱歉 是我的问题 如果可以 我希望当面向你道歉 但是希望不要因为我的错误 影响到云创和财经界的 专题合作 好吗 对不起 但我对你是真心的 石总 这资料是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喜欢的人生气了 你会怎么办 哄他 跟他道歉 希望他别生气 那如果对方还是很生气 还把你拉黑了呢 这么生气 那更得解释清楚 得想办法见面道歉 一次不行 就两次 那如果发邮件呢 那如果发邮件呢 那肯定不行啊 现在谁还发邮件 道歉 石总 请不吝点赞